基隆天險公主委同時也是 中華五險慈善功德會理事長張朝明 為了減輕台灣礦工醫院 醫護人員照顧病患的負擔 特地由慈善功德會製贈15台 價值大約75萬元的電動病床 給礦工醫院 在疫情中還要去救一些貧苦的人 還要去救一些有病的人 說得簡單更糟糕的是你們辛苦 而且你們的付出太大了 而且又非常的辛苦再辛苦了 我們天險公從我們有天險公來 我們是有功德會 就是來到社會封給社會 我們的菩薩是這樣說 所以我們一點點的小意思 一點點的敬意 價值需要的時候還可以跟我們在討論 因為我們也有救救濟救護車 所以我們新竹基隆我們都有 因為為什麼我們天險公在這裡都維吻 大家都很相信我們的醫護人員這麼辛苦 也愛護我們謝謝你們 15台電動病床也由礦工醫院院長黎慶福 帶領包括護理科主任林子晶等人代表收下 由衷感謝中華無險慈善功德會的愛心 幫助大基隆地區以及新北市 包括瑞芳平溪雙溪共療等地區弱勢民眾的醫療 因為今天的15床病床 第一個感受到就是說 病人對於 尤其是我是外科系的 他們對於說他們生病 開完刀以後要起床 他說很方便 我一按 他就可以幫我 提高我的身體的部位 感覺上是很舒服的 這個地下是對病房來說 感受到他們最明顯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對我們一樣來說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那個支持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以後 今後繼續支持我們 那也希望我們這個偏野地區的 也不能說偏野偏鄉 這樣地區的民眾 一些病房能夠得到更好的福利 那我們站在醫療上 我們同仁們也會 是我們最大的努力 來是幫助這個病房 得到更好的照顧 那今天真的還是要謝謝 大家幫忙謝謝 中華無險慈善功德會理事長 張朝明進一步強調 如果礦工醫院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聯絡功德會 盡全力協助幫忙力挺礦工醫護人員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道